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等柯文哲点头一句话 难道郭柯要合了吗 而另外我们看到国民党 把韩国瑜列为不分区的第一名 他能够救起来营的小鸡吗 我们来看看韩国瑜最近 这个啦啦队的角色做得非常的认真 周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启动 在昨天他到高雄去辅选陈梅雅 他说啊很多人对国民党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然后呢觉得国民党软趴趴的 没有力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 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不是逃避就可以解决的 拜托所有的国民党党员 一不偷二不抢 打造光荣国民党 还有押韵呢 你可以看到韩国瑜行程是满党的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17号在台中帮林嘉兴站台 隔天在高雄帮陈若翠站台 而晚上就跑到了台北 帮游淑慧还有张思刚拉台绅士 隔天礼拜天 早上在新北的林静杰这里 晚上到了高雄陈梅雅那里 好最后呢 他来到他自己住的地方 云林帮秋梁月站台 你看到他很认真在辅选 可是现在蓝白到底还合不合啊 还选在那儿 还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看包括侯友宜 他喊话 他说老实不代表懦弱 我愿意忍辱负重 而赵少康赵大哥已经出来说了 他说政党是讲实力的 昨天他讲希望柯文哲回头 主将你要有主见啊 你不要被旁边那些人给拉着走 游书惠他也公开喊话 说希望马前总统再次出手解决僵局 寄望马前总统 不过我们看到前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隆 他就讲 侯友宜其实自己实力也不弱啊 他算一算 他说在新北本命区 如果蓝白合 那会赢对手45万张票 如果蓝白不合会赢对手最少30万票 北北鸡桃加在一起赢个100万票 侯友宜就稳了 感觉很有底气 那可是也有民众说那干嘛还要合 自己选就好了呀 蓝白破局到底谁知过 我们看到前两三天 黄珊珊其实看起来蛮强硬的 甚至喊出了这一句话 他说你蓝营你是胖虎啊 你要欺负我们啊 那林涛呢 他就反向黄珊珊说 你才是大雄 要把柯文哲给害死 很好笑吧 这个政坛的大人 一个说你是胖虎 一个说你是大雄 回到了小叮当 回到了多拉A盟的幼稚园时代 我们看到包括沾江村 他是国民党籍的桃园市议员 他说此时此刻 局势已经演变成这样了 蓝白和反而让民进党得利 彼此的支持者的仇恨值啊 已经跟被胖虎 还有大雄的言论给撩起来了 就算和了 谁当副手 最后谁的支持者都不服气 也就是说 过去蓝跟白一加一 虽然不能等于二 可至少有1.8 1.5 现在搞不好 只有1.1 或是1.2 很多支持者就不投了 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蓝白和兵临破局陷入僵局 学者尤子祥就举出了囚徒困境来比喻 他说 那就是我不能输 所以大家一起输 你得不到的 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 可是谁来救救政党轮替这个孩子呢 另外我们看到邱福生 他是非常资深的国民党党员 过去也是媒体大亨 他说蓝白和最后的机会 还是有的 就是要协商出最强的组合 就像彭文正说的 他认为民调就像是联考的模拟考 是为了大考啊 大考不会让分 你现在联考考几分 只是一个模拟的状态 2004年两颗子弹 民进党只赢0.27% 那一次陈水扁 赢了一点点千金万贤的 赢了这个秋 这个我们看到的连颂和 而包括马英九协调出来的 这个所谓的协议啊 总共有六点 第六点其实有写说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 要怎么样来分配职务 他认为这样大喇喇的写出来不好 会被选民唾弃 会认为你们是定期约分赃 他告诫朱主席 这是蓝白河的最后机会了 希望朱主席能够有大智慧 来促成合作 而另外我们看到地下组头的脸绿了 蓝白河分分合合 迫使总统赌盘大洗牌 我们看看内文的报导是这样 总统大选的赌牌 这两个月变化很大 这两个月变化不大 本来不大 本来是以赖清德 如果跟柯文哲的话是让 赖清德让柯文哲 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只是告诉大家 在民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存在 来请教亮哥 亮哥 怎么看 郭台铭 老郭说了 就等柯文哲一句话 所以有可能 郭柯配 或柯郭配 郭可能当副手吗 我看不可能吧 他应该说等柯文哲一句话 那要不要来当我的副手吧 让大哥先当四年 据我了解 如果不是让大哥先当四年 柯跟郭的合作会是用不分区 郭本人就不选了 目前我的了解是这样 所以民众党为什么不分区 到现在还没有公布 因为就是在等郭台铭的决定 就是说万一 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说柯文哲民调以理那么多 你叫人家当副手 不可能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合作不分区 当然最好就是赖配侠来当第一名 这不是有象征性 对不对 这个当然会不会成我们还不知道 不过据我了解 事实上那一天 是真的就是 国民党硬要把民调坚持他们的认知 然后硬要把对外公布 造成了破局 所以民众党认为是3比3 你认为是5比1 结果这个坦白讲 如果比较有政治智慧的 比如说王金平 或者马英九如果人在现场 或是韩国瑜 对 他可能就说 好 那就我们站不公布 我们再协调 隔天再协调 隔天 就是说5比1 3比3 大家不会知道 隔天 如果说柯还是 维持原来当副手的版本 那就会对外公布说 是3比3 我们平手 可是柯文哲基于为了救台湾等等 他愿意当副手 你觉得他有可能会答应 即使是3比3 这样不是很圆满吗 结果你当天就硬要说 我赢了 我就是5比1 然后接下来就一大堆运作 包括记者会来说 限你24小时给我回答 我跟你讲 柯文哲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的 我们又是没有跟他接触过 你越硬他就跟你杠上 结果现在就是杠上 然后就一堆人在那边放 说5比1 你怎么不接受 说你们民调还要硬拗 就变成这样了 至少你很难说谁对谁错 你要应用统计学去讲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是 柯文哲从头到尾就认知为让商 连赵召康也一样 不然这样怎么会提5% 对不对 然后一堆人在政论节目讨论 都是认为是让商败 就是这个是人家的社会认知 你做民调的本意是什么 是要得到对方选民的支持 那你要硬杠成 我5比1大胜3比3 这样你会得到人家的支持吗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处理的过程真的是 除了我只能说政治的手腕 正在手腕 太粗 太粗 所以现在怎么样 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 再回到就是3比3 大家要不要协商 比现在要硬去扯5比1 我跟你保证不会成功 就不是这样 社会的认知就不是这样 更不要讲民进党 民众党 民众党那个板桥 那个叫做深白大聚会 深蓝深绿深白 人家也有深白 有深蓝 不是 国民党当然有深蓝 跟我赖到晚半夜3点48分 气得要死这样 谁啊 不好讲 气得要死 所以他们还要跟我挥5比1 我就说你挥这个东西干什么 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真的是要用政治智慧解决 人家是站在社会认知的多数认知 亮哥真的觉得是多数认知吗 因为看到好多学者 我说3比3 对 3比3真的是社会认知吗 因为好多学者出来讲就是5比1 不 很多都是从统计学去凹的 我跟你保证柯文哲那天 出来的时候他的认知就是这样 好吧 来请叫兵哥 兵哥 我是觉得现在去讲3%或6% 或是到底统计怎么算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对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就是双方各执己见 双方各执己见 如果双方还要谈就是 就是前面打散继续回去谈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这只有 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要不然就是不要谈 目前双方至少到现在 这个阶段为止 他们还是说 嘴巴上还是说自己要谈 既然要谈 我们就给他多一点空间 至于你说郭董 是不是能够郭柯和 郭柯 郭柯和 我乐观其成 他们如果能够和也OK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再也三个人 如果有两个能够先和 对第三个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他是不是就会被迫和了 所以只要他们三个能够和 怎么和 其实我一点都不在乎 他们高兴就好 所以这个是大家最焦虑的事情 因为现在 我觉得经过这样反反复复之后 彼此之间跟对方的心结 都变得非常深 现在一加一绝对小于二 我觉得一点五搞不好都不见得有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绝对不是开玩笑 你合到现在 合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真的 真的也不知道再去煎个荷包蛋算 所以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糟糕 我觉得李乾隆讲这个 他这个票也不知道怎么估的 你去年九月一大选也没赢那么多 你现在突然之间北北基 你就可以赢一百万票 你到底在讲什么 对 她说这个北北基 侯友宜如果拿个一百万票 侯就稳了 萨卡路新北市侯友宜的民调友宜 没有 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到底是怎么算出来 有可能是信心喊话 那你在这个时间做这样的信心喊话 意思就是做飙和了 是这样的意思吗 有这样的感觉 是这个意思吗 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自己也很强 像林涛出来去叫证黄珊珊 我不管你对黄珊珊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你认为他主战派 或你认为他在从中作梗 你们到底要不要让他们谈 对 如果你们还希望他们谈的话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稍讲两句 让他们大人自己去关起门来 自己慢慢谈 林涛为什么会这样讲 他有被受益吗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因为大家看到林涛直觉想法 他就是朱立伦子弟兵 难道是朱立伦受益他这样讲吗 朱立伦受益他这样讲 那还要不要谈 根本就不用谈了 不就这样吗 如果现在就 现在如果双方各自在找战犯的话 那就不是要谈协商 那就是在谈破局 对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礼拜三 礼拜三最后期限 我真的希望大家都稍讲两句 让他们真正有权力的人 赶快去谈一谈 谈有什么结果再告诉我们 韩国瑜现在这么冲 他真的很拼 我看他比侯鱼还拼了 对 浮雪的列车 从南到北到处这样跑 可是我必须讲 如果蓝白没有合成他白跑 白跑 我真的不骗你 你韩国瑜好不容易帮你拉起3% 结果你蓝白不合掉5% 那请问一下不是还负的 这个没有统计数据 没有什么正负3% 就是实实在在就是这样 像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 盐宽可能本来你们TBS做 是赢10几% 那ETB做一个才差1.5% 才赢1.5%现在 对 那才差1.5%的蓝白不合 你觉得连宽可能还会赢吗 所以很多情况都一直在转变 那现在情势就是这么严重 大家都很忧心 我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邱董事长 包括刘子祥 他们一个一个人都提出 自己的看法出来 可是我比较倾向于什么 我比较倾向于这两天 我们就不要提看法 就不要提看法 让他们自己去 现在是他们要协商的时候 我们讲得越多 每一个人让完 你说这样 你说这个要让5% 那个说要干嘛 我们讲的有什么意义 比人家这个才有收视率 还是那样就知道 对 你有收视率 但是其实你的收视率越高 恐怕对蓝白盒越不利 这样不行 我怕观众跑掉 不行 来 梁老师 今天下午有个朋友告诉我 他用LINE 问了民众党的一位朋友 决定了吗 还没 还没 不知道 应该算好消息了 我觉得三个现实 到现在大家很清楚 第一个非核不可 或者非核就不可赢 第二个大党民调低 这是现实对不对 因为如果不讲这个退让的话 其实这六个民调是1比5 猴一科五 第三个现实就是 这个协商的文字不清楚 我们看那个第三点 双方同意 如果超过统计误差 由胜者得一点 都在统计误差范围内 由侯科配得一点 大家都在算那个统计误差 是3% 6% 那这个亮哥说 大家认知的是3% 应该是如此吧 对不对 怎么突然变成一个6% 原来是正负3 正负3加起来变成6 大家这个新的数学 OK 那可是 我看有另外一个说法 你这个字比较猴科 因为都是猴科对赖萧 那今天萧美琴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非但是更加的完全倾向美国 而他提了不分区的那个 No.2 男性的No.1 又是一个黑熊学院的院长 然后今天被国防部长邱正国说 那个是七弹的社团 BB弹 BB弹社团 那如果说这个赖萧德 真的当选总统 那我们国军当然就打BB弹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 大家是比较 那个不清楚的时候 比较猴科科猴是 跟这个赖萧比 但是有另外一个 是误差的 这个差距的差距 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不知道 也就是说 在做这六个民调当中 猴科跟赖萧的差距 科猴跟赖萧的差距 这差距跟的差距是多少 那个蛮大的一个差别 如果又看那个的话 其实是1比5 也就跟没有浪一样 如果用3%来算的话 就是3比3 所以我现在是觉得 不只要不出恶言 国民党这边 你知道你大党民调低 而你非和不可 的情况 其实你应该要展现 一定的大气跟高度 在这段时间 不到两天 不要讲24小时这种话 也不要讲这种 所谓的大雄 或者是胖虎的这个话 对不对 不断地在激起 你的支持者 你的深蓝 你的深白这种恩怨 你到时候真的合了 最后还不一定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只剩下不到两个月 你真的合那个摩擦期 就变得很短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大家应该要写 给这个两党 现在两天的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 还没有决定 特别国民党这边 要展现大气跟高度 是 礼拜五才是登记的 最后一天 24号 所以还是有时间 所以还是有时间 请不吝点赞